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老是搞不清楚自己的年纪啊 健康明就是一辈子的事 而且除了生理状态 心理健康是需要好好被检视照顾的哦 这次的热门榜上就有《诊监里的女人》系列两本书 作者林静怡是妇产科主治医师 在她的诊监里有不少女人来看病 同时也来看心 书中有很多个案我们读了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却真实反映出女性在社会上的处境 譬如传统认知下 好像一定要结婚生子才算是完整的人生 或者是到现在仍然存在着重男轻女 一定要生男孩的思想 哦 真的是 现在生女儿才是人人羡慕的好吗 你看看 像我生出这么人见人爱的女儿 一辈子都值得了 你说 你刚说我生出 养出这么人见人爱的女儿 有什么不好的呢 没什么不好啊 只要多看一点书就好了 又来 我可是知道大家前阵子都在读台湾阅读马拉松哦 但你都只是看别人读啊 你不知道马拉松的加油音乐团也是很重要的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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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哦 不过这次热门榜上的确有不少书籍 是因为台湾热度马拉松而上榜 除了因为影剧超级热卖的天桥上的魔术师 还有前阵子释出前导片的公式旗舰影集 斯卡罗 人柱傀儡花 讲述的是1867年发生的罗妹号事件 当时美国传难的幸存者 在现在的墾丁附近上岸 却误闯排湾族的领地 被误认为是侵略者出草杀害 之后触发一连串美国蜻蜓政府 和原住民之间的斡选谈判 咦 你说的这个历史课本怎么没有交哦 不过我知道武康人为了拍这部戏啊 他暴瘦11公斤耶 还不止这样 这处室里面有排湾族语 英语 课语 丙南话 忠实呈现当时历史上 错终复杂的族群角力关系 嗯 看书看剧顺便学历史嘛 这次的台湾热读马拉松 有一本历史书 《海上佣兵非常热门》 虽然大部分的读者 跑马拉松还是偏爱看小说 但这本17世纪的海洋史 重建了郑之龙 郑晴公家族 自带大约60年的兴衰 触碰到满洲人 荷兰人 英国人 和其他亚洲民族间的冲突谈判和妥协 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早期台湾的关键眼镜 嗯 身为台湾的女儿啊 就是要了解台湾的历史啊 这次榜上还有上架前就有不少读者询问的大港的女儿 作者陈柔静写过很多台湾庶民视角的历史书 这是他的第一本时代小说 主角孙爱雪是高手女儿 取材质真实人物 曾经担任在日台湾妇女会会长的郭孙雪儿 小女孩一路从日治时期 走过国民政府来台228白色恐怖 成家立业成为独当一面的坚韧女性 白色恐怖真的是哦 每次看到相关历史都觉得超可怕的 是吧 最恐怖的根本就不是鬼 最可怕的是人心 是你 记得我们四月店长读董曾经说过 他买了好多十地分金的书 却因为怕恐怖都不敢看 像这次榜上的快 因为书风有点阴森 也是少数他下单前犹豫了一下的书呢 哼 我知道 读董跟我一样 纤细敏感少女心 像我出去玩啊 住外面的时候啊 我都会脑补很多小剧场 吓死自己 你这应该是亏心事做太多吧 才没有 我做人光明磊弱好吗 好啦 这次的热门榜上 也有带着神鬼色彩的 鸡瞳警探三部曲 故事里面有悬疑谋杀 有因为器官位置偏移 而逃过一劫的死刑犯 还有其实17岁以前是鸡瞳的警官 甚至还有别仙这种台湾特有元素 这是张国立全新的犯罪小说 故事除了寻找真相 更重要的其实是面对自己的人生和搞定人心 说来说去 一切都是人心惹的祸嘛 没错 去年获得台湾文学经典奖的鬼一方 写的也是类似概念 作者陈思宏写的虽然是家乡彰化永静 但真正的鬼地方 其实应该在我们心里和记忆深处 我知道这本 他之前也有来录影嘛 听说前阵子又卖出国外版权咯 没错 鬼地方目前已经售出日文 英文 韩文 意大利文等七国版唇咯 这样子的话我也可以把书寄给我喜欢的欧巴咯 是 好啦好啦知道了啦 不过鬼地方还真的是台湾之光耶 说到台湾之光 这次的台湾认读马拉松 其实也是希望通过主题式的策展 让读者看到更多闪闪发亮的台湾之光 像这次我们特别在以图像弃成永恒的书单下 独立出CCC出版专区 所谓的CCC指的是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 CCC创作及其是许多台湾漫画家的摇篮 同时也让更多的台湾历史融化更广为人知 像艺人茶几系列 就只有大稻城买办英国商人把台湾乌龙茶 推广到全世界的故事 让读者快速理解19世纪中叶 台湾北部茶业的发展史 像我这么爱喝手扬影的少女 当然来了解一下茶饮背后的故事 除了了解台湾在地的小故事 CCC创作及其写是很好的影剧素材 像让精致女龄成为超级英雄的颜铁花 就已经确认会影视化啦 哦所以说CCC真的是很重要的存在耶 没错前阵子据说 CCC创作及编辑不要被踩撤 消息闹得沸沸扬扬的 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议题啊 没错 里长办公室报告 里长办公室报告 台湾的文创动能要靠台湾人自己支持哦 除了文创动能还有很多事情都值得我们好好关注和理解 这次榜上就有不少解密性质的书 可以带读者看到我们从没看过台面下的秘密真相 像扭曲的正义作者是一位前检察官 他写下自己观察到检查警察媒体这三方的问题 和交错往来之下如何影响大众视野 而性谎言吹哨者的主题则是引爆me2日动 第一则揭露温斯坦恶性的新闻 两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切而不舍的追查 见招拆招 才让这些多年以来的潜规则摊在阳光底下 还有一本楼凤信套经产业大揭秘 作者张荣哲是基层警察 这本书取材自他的犯罪学硕士论文 他用大台北地区信产业当研究主题 深入调查楼凤交易 仔细比对世界印招产业LINE 所发的颁表汉化名册 甚至一度被同事无认知色情网 哇 这论文也写得太认真的吧 看来写论文也是出疏的一种办法 我要向他看齐 你真的写得出来吗 你不要这么失礼好不好 好作品是需要酝酿的啊 你不要看我这样子 我平常生活在追剧啊 我都是在收集灵感的呢 既然你都提到追剧了 那Netflix上的后裔器兵应该也有看吧 原著也出版了他是不是该读一下 我看那部剧啊 我常常觉得女主角长好像精灵哦 穿什么都很好看 他天生丽质加上复古装法 当然好看啊 但你是不是又在转移话题 什么转移话题 我是在旁征博影啦 好哦 这次拿下金球奖最佳导演 最佳戏剧类影片的游牧人生 原著其实是报导文学 写的是原本应该安详晚年 快要退休的影法族 因为金融海啸 在一夕之间必须汰换掉 过往的生活模式 为了省掉最大的支出 房贷和房租 他们变成住在车上的露营打工族 成为现代都市里 住工作而居的游牧民族 天呐 住工作而居 那我应该要谢天了 因为我都是被工作追着跑啊 各位观众朋友 这次的热门榜 有看病也看清的真实个案 台湾阅读马拉松里的台湾之光 各种解密 还有影剧原著 大家赶快来看看书单 跟以下阅读风潮吧 除了看书买书 别忘了按带 分享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那么读墨热门榜 这本是热门话题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爱丽丝 不是我在说啊 你知道我每次出去玩啊 住外面真的都很怕碰到拍咪啊 就跟你说你快心事做太多啊 才不是 你知道我每次最怕看到什么吗 不就是照镜子看到自己的时候吗 爱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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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